記憶恩 relativравствуйте 你幹嘛洗我的手指 幼 Alberta 好可愛呀 貝魯芬的名字是誰想的 鵝鵝是嗎 這叫做什麼 我要夾 什麼我要夾死你來 你怎麼蚵仔煎了 活動量很強 因為他說活的 對 因為他一定是活的 而且他的活動量很強 所以他就一直旋轉 好 我們吃一下 這個人跑掉了 那我已經錄到以前 卡布奇諾 對不對 你好厲害 你又猜中了 來賓請掌聲鼓勵一下 快點 來賓請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 歡迎 哈囉 歡迎 這是餐廳耶 對啊 這是餐廳啊 對 你是師母嗎 對 我是師母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座迷人的小鎮 有著一條非常浪漫的海岸線 一路延伸 沿途充滿很多甜蜜與驚喜 等待著你我來發掘哦 我們愛女行玩出好心情 我們好久沒有錄愛女行喔 是啊 自從小語音來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之後 我們兩個要單獨出來玩是不容易來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支你要帶我去哪裡玩 這次一定要安排一個 甜蜜蜜之旅 甜蜜蜜 你笑得真甜蜜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今天我要幫你安排一個甜蜜蜜之旅 哪裡 我們要往 瑞 瑞 瑞士 不是 瑞 瑞瑞點 快了 瑞 瑞芳 瑞芳 妳這什麼表情 我帶妳來瑞芳耶 妳不能讓我 怎麼會 妳有沒有去 我先問妳 妳有沒有來瑞芳玩過 沒有啊 妳看嗎 因為我們不知道原來 不過我們通常都是去九份經過瑞芳 不會特別來瑞芳玩吧 是 去瑞典玩 去瑞士玩 聽起來是一個很幸福的事 其實往往 我們卻沒有發現到 瑞芳離我們這麼近 我們卻沒有來玩過 對不對 對 今天我要讓妳看到瑞士 妳有沒有看過瑞士有 最出名的是什麼 火車 瑞芳也有火車 瑞士有山 這裡有美麗的山 有雲霧 這裡也有 讓妳看到 可以說瑞芳就是一個 小瑞士之稱 這時候字幕會打出來 小瑞士 今天我們就定了 觀眾朋友會覺得 妳在糊弄妳的老婆 我跟你講 大家可能覺得是 沒有來過瑞芳的人不曉得 今天要讓妳來玩一玩瑞芳 瑞芳發現到 妳不用坐這麼久的飛機 花這麼多時間 而且妳玩完之後 回去就可以看小瑞 好 這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好幸福喔 好不好 我們馬上一起去玩瑞芳 瑞芳像個女生的名字 所以妳要抱著很親切的感覺 叫瑞芳 我們來了 瑞芳 我們來了喔 東北角海岸線 是台北人親近海洋的最近去處 海天一色的藍 馬上就能夠帶來超釋放的好心情喔 看到深入這樣的景色就知道 這個我們要來的地方 是個非常浪漫的地方 對 雖然現在外面下雨 但是我們的內心是晴天 對 來到這裡呢 超噁心喔 什麼噁心 這就是浪漫 浪漫讓大家覺得噁心才浪漫 那在這個地方有這麼漂亮的景色 的咖啡廳真的不多 在瑞芳的海岸邊 就有一家這浪漫的咖啡廳 是 人家都比較歐式的 老婆的老式的 對 這裡是日式的 比較日式的感覺 你看這種小窗子 小雜貨 好浪漫喔 日式小雜貨 今天你們這是個咖啡廳對不對 對 太好了 這個景色真的很漂亮吧 對啊 要不要帶我們參觀一下這個咖啡廳 OK啊 介紹一下這個咖啡廳好不好 來… 咖啡廳就蓋在很靠近海洋的 濱海公路上 讓瑞芳不再只是從 基隆道九份 金瓜石或東北角的過路站 遊客可以好好在這裡 待上一陣子 喝咖啡放放空 這海洋之美跟日式雜貨風的結合 也太夢幻了吧 而且這些可愛的小東西 又是向哪找來的啊 都自己做 我們這全部的東西 除了酒是外面買的 那剩下的都是 你看那些花花草草草 對 這是真的 隔空那櫃子裡可以活 可以 它的存活率還滿十九的 對… 它那幾個那些超可愛 如果家裡放這樣也很有味道 很可愛啊 我們這裡常常會有客人 來喝咖啡的時候 看到它會外帶 會買 外帶 可以買回去啊 可以啊 我們這裡有在賣啊 這他們弄的它買回去 對啊 都是這樣一針 所以你幫我把這整個打包 送到我家過去 你這樣什麼 其他幫我寫一下 買一下 給我… 裝得下嗎 應該可以吧 好 來 我們再看 還有樓上對不對 好 對 這都是我們老闆自己做的 真的啊 這個是…這個是沒有 可是這裡 你看喔 這裡東西不是什麼 買來裝飾的 都是他們自己弄的 所以很有特色耶 去國外的時候 也會帶一些東西回來 對…它會帶一些小東西 可以用的 像這個 都它自己訂的 來好像家裡邊的感覺 這地方都可以看到海景 哇 這很可愛喔 對 這也… 這很怕它自己用的 我覺得木頭跟這種小植物 搭配好有味道喔 對 常常有客人就說 就問我們說這個十字架 我們老闆為什麼會選這個十字架 對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 它的想法可能 我們後面有一個教堂 它很漂亮 所以有個十字架在這裡 對… 所以它就… 好特別 延伸它的靈感 對 對 它這邊也有個真事啊 我唱兩首詩歌 說不過去了 我跟他在這裡 生理請你來 求滿我心 太座座的唱也不好 不錯 不錯 這邊有客人在這裡 這邊有客人 對… 這是我們的常客 你們常常來這裡 我還滿常的 你還滿常來的 你是常客就對了 對 你們就是短客 就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那你帶他們來 其實這帶朋友來 是不是你們第一次來 感覺怎麼樣 很特別吧 這裡 很安靜 很安靜對不對 而且… 可以看到海 今天正好外面的浪還滿大的 對… 這樣看起來很刺激吧 慢慢享用好不好 謝謝你們 OK 有沒有在缺什麼東西 沒有吧 因為我也不會服務你們 好 好… 好… 先別理劉更宏這幼稚的行為 你瞧瞧 這張張真摯而且感性的留言 透露出客人來過 還想再來的心情喔 本身是設計師的老闆 透過旅遊 吸收世界各地的精華 作為他的創作靈感 不過他會的還不止這些呢 我們這邊就是著重自己做的東西 像我們的手工餅乾 就是自己做的 你看吧 我說嘛 一家店除了有美麗的景色之外 他一定有東西要吸引回頭客 因為光看景色還不夠 還要有好色的東西 所以這是自己手工做的 對… 是誰這麼賢慧的 誰這麼賢慧 小鳳姐 不是你吧 不是我 看得出來 沒有啦 小鳳姐應該是很負責外產的 對… 來 親愛的 你先來用一點點 我先來用一個這個 可愛的餅乾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薰衣草 薰衣草 對… 對… 可以看出來 你看 好可愛喔 每一個… 各式各樣 對 還有一個泡芙 你要不要吃一下泡芙再看 那裡面是冰淇淋 對 真的 一人半口 快點 幹嘛 兩個深情的對話 我們兩個很久了 你幹嘛吸我的手指 就我們小孩子 很少一直出門嘛 天難得啊 好不好 對 就鬆餅也是 對啊 這是我們老闆自己用的 味道不錯耶 旅行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每到一個地方 好像拆禮物一般 充滿著無限的驚喜 除了美味的手工甜點 多才多藝的老闆 品味與創意 完全反映在他的作品上 咖啡廳從裡到外 通通由他一手包辦喔 置身在他精心打造的小天地裡 我和Vivi都有種 被甜蜜層層包圍的感覺喔 這裡風景這麼好 海景 如果能這裡住 它就更好啊 真的嗎 對 這裡住 這邊地方沙發是可以睡的嗎 我們也有開啊 你們還開民宿 對啊 我們有開民宿 在哪裡啊 對啊 在前面 差不多兩分鐘就走到了 真的啊 對 所以妳除了咖啡廳之外 妳還開民宿 對 我們還有寄民宿 對 妳怎麼會 那就真的可以住啦 你看 對啊 帶我們去參觀一下好不好 OK啊… 好 好 等你們現在 參觀我們的民宿 簡直沒有洞天啊 對 我們從外面看起來是一個 普通的公寓 對 進來一看之後 完全裝潢 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 這是那個掌貨風 日式掌貨風 對 好浪漫 好可愛喔 它是一般客人 它叫做二十出頭的小女生 小男生 很喜歡住的一間 它因為這邊還可以看到海景 對啊 外面還有一個小陽台 所以這其實不像飯店 就是不像是外面的地方 像是自己佈置一個很可愛的房間 對 所以妳來到這邊住 真的跟妳們的店有異曲同風之外 很有這樣同樣的風風 對啊 就是看起來就溫馨啊 妳一進來就覺得很 看到海是發亮的 對 可是進來住 我覺得這個民宿真的是非常溫馨 舒服 對 打從第一眼我就愛上這間小窩 淡雅的黃色調 搭配精心的家具跟擺飾 巧妙設置的窗邊小吧台 成了朋友之間最放鬆的一角 光用看的就很溫暖了 讓我興起一股想要買家的衝動 如果是三五好友 或者一家大小出來玩 還有這間四人房可以選擇喔 跳脫先前介紹的設計思維 走的是日式簡約風 錦鄰廢棄鐵道多了幾分懷舊氣息 窗外不是看藍藍的海 而是綠綠的山 這裡的房間雖然不多 但每一間都很經典 滿足你對房間設計的挑剔 接下來這間可時尚囉 換你下去衝浪好了 對 這時候真的 起床的時候我這種感覺 真的很好耶 而且外面這個小洋灌 你可以在這裡吃早餐很棒喔 對啊 床好舒服喔 你摸一下這個布料 剛剛就已經脫脫的摸了 這什麼布 為什麼這麼舒服喔 布豪華好舒服 為什麼呢 這是他們自己去訂的 我... 你也不曉得是不是 這個不能透露 對 觸感好奇怪喔 我家裡面想要有這樣的 對啊,這觸感真的好舒服喔 而且這小寶寶實在很舒服耶 對啊 我們每次真的來這邊住一下 休息一下很好耶 對啊 好不好,老闆娘 不能休息 我們這是住宿的 沒有別說休息 不是,我說住宿休息一下 對我們來講是休息一下 你不要想變台語變QK 不是這樣嗎 我不要講QK 你好A喔 老闆娘 你怎麼這樣 離海這麼近的度假小屋 我開始期待下一次 不是為了工作而跟他相遇 小鳳姐,你等著我們喔 好啊,歡迎 這像家一樣的溫暖 OK 好嗎 帶嬰兒來喔 要帶嬰兒來 要帶嬰兒來喔 就有趣了 我跟你講這裡 還會自己換尿布喔 對,你怎麼知道 他會自己餵奶 然後自己換尿布 媽媽不在,在錄影 我就自己放三罐牛奶 在他旁邊 然後他會自己脫尿布 然後換起來 厲害吧 近視世界紀錄寶石 對啊 所以要帶嬰兒過來 OK 小鳳姐,你壓力很大喔 沒有,你比較大 好,拜拜 再見 拜拜 下次再來喔 好,拜拜 緊隔著一條路的甜蜜距離 日式小雜貨陪你看海喝咖啡 天然的海浪配樂 伴你一夜好眠 瑞芳有黃金小鎮之稱 這裡有位製造黃金與甜蜜的高手 跟著我們繼續甜到最高點吧 要讓人感到甜在心裡 那就要配上美妙的甜點 因為要帶你來這個地方 要感受讓你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所以瑞芳有很特別的甜點囉 那當然了,知名啊 來,介紹眼前這一位就是他 看起來雖然沒有這麼甜點可口 但他做出來的甜點 可是非常可口的 來… 這就是現在這個非常知名的 所謂的黃金泡芙 2007年 三個懷抱著相同理想的男人 在走訪法國與日本 學習甜甜的技術之後 來到九份三角下一同築夢 打造他們的黃金王國 傳遞幸福的滋味 不惜成本堅持使用天然的原物料 是他們開店以來一直不變的信念 而黃金泡芙的誕生 老闆說是為了找回一種 被人遺忘的樸實古早味 這麼念舊的三個男人 我跟哥宏今天可要好好的 認識他們一下囉 黃金泡芙就在我們眼前了 掌聲鼓勵一下 老闆真的非常的客氣 他不只準備了超大黃金泡芙 對 他還準備了各式的甜點 所以這裡不只有黃金泡芙 還有其他這麼多的甜點 大家看到這個泡芙 就知道為什麼它主打 因為它非常的大一顆 這怎麼會是泡芙 不曉得人還是以為是波羅麵包 而且好重好紮實喔 聽說這泡芙有個故事耶 這個是會讓阿嬤感動到 落淚的泡芙耶 真的哪一個阿嬤 逸辰的阿嬤 逸辰的阿嬤 對... 就是你們另外一個朋友的阿嬤 對... 為什麼阿嬤會感動到落淚啊 阿嬤為什麼感動到... 因為阿嬤小時候吃過泡芙嘛 不可能啊 應該是說阿嬤她先生 她是在... 以前是在金瓜石做礦工 那就是阿嬤早上都會吹土地瓜 這樣子喔 放給阿公 是 阿公就帶去礦... 礦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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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午就是在裡面 做果物的東西 當作午餐 所以當阿嬤吃到這個的時候 就回想到阿公 對 你看寶貝 我說我們這個甜蜜蜜之旅 這個多重要 好甜蜜喔 真是像我們之間的愛一樣 是不是 阿嬤跟阿公的回憶 所以這個地瓜也很厲害 這個地瓜是選什麼樣的地瓜 我們是選金山 金山的地瓜很重要 因為金山... 你看 是 鋪出來了 你看看 多麼豐盛 所以你知道它這個泡芙 皮薄餡多 寶貝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我們可以吃了嗎 不要再說了 趕快咬一口 我可以吃...我吃這個 擠不來 好好吃喔 吃甜點要露出甜蜜蜜的表情 而且這個甜蜜蜜 太棒了 寶貝 這個泡芙我是可以讓你多吃的 好好吃喔 看外面就是吃吃的 外面很酥 對 裡面地瓜味很濃 地瓜味很濃郁 而且很扎實 吃一顆就飽了耶 誰想不到這個方法 把這個結合在一起的 想要用地瓜 就因為要做... 就是紀念阿公 阿公 所以把地瓜摸到這個裡面 對... 是因為阿成 他覺得有這樣的感動 對... 你看到沒有 做對了 當然阿嬤要吃到感動牛類 除了當時的地瓜的原味 對 給阿公帶到礦裡面去吃的這個感受 這個地瓜要必須非常適合當泡芙 對啊 這個地瓜是什麼地瓜 是我們選用財農66號的地瓜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66號 原來是66大順嘛 對 號碼比較好 是不是 不是這個原因嗎 是嗎 這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有比較過很多品種的地方 是 那後來會選這一個 財農66號金山特場的地瓜 是因為它的水分 它的纖維質跟它的甜度是最長的 最剛好 那我們這樣試過來以後 覺得這一款是最適合我們的泡芙 所以我們就一直沿用這樣的泡芙 是 好 因為這邊不只只有泡芙而已 在我們眼前還有看到非常棒的蛋糕 你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個是什麼蛋糕 這一個是貝多芬 裡面是樂帶水流血 貝多芬這名字是誰想的 他的 這名字叫做旋轉大鮑魚 為什麼要叫旋轉大鮑魚 因為它本身 一剛開始它拿起來的時候 那個鮑魚是一直在... 在上面就一直在旋轉 活動亮很強 因為它是活的 因為對 對 這台想出一個蛋糕叫貝多芬的 就它... 我當初的想法就是 讓它... 植入人心的胃而已 然後帶你走進貝多芬的 音樂小院 我可以說你看看它 那個蛋糕看起來好甜蜜喔 來 甜蜜 今天讓你甜蜜蜜的 吃一個甜蜜的蛋糕 酸酸甜甜的 有戀愛的滋味 你剛剛說叫什麼 我幫你想另外一個 叫做 你我與貝多芬的練曲 更長 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 老闆 我剛剛點一個我與貝多芬的練曲 然後你就... 沒問題 再來一個音樂 是不是 吃起來多甜蜜 酸酸的感覺 好,OK 另外這應該就是提拉米蘇 沒有,這是... 這是它研發的 你也會研發 這個名字叫做... 巧克力香蕉 你看到沒有 你就沒有太浪漫了 巧克力香蕉 巧克力香蕉這面吃起來 好實際喔 跟香蕉擬個拔拉 對 不會不一樣的 好難聽耶你 好吃耶 對 這巧克力裡面帶著香香的香蕉味 而且巧克力本身它有層次的 怎麼樣 它不是整個是蛋糕 它這上面還有真的有巧克力 有巧克力 在做第一層對不對 對… 所以你吃起來 就可以吃到濃濃的巧克力的感覺 因為它這是夾心的 我想這個名字 需要女店員來介紹 他說 那你這個菜叫做什麼呢 巧巧分享說 我這個叫做 怎麼樣 這名字不錯吧 濃濃巧克力夾心蕉 這很好 可愛嗎 這幾款都上南熱賣的 這個都是熱賣的對不對 那另外 芋頭蟹也是什麼 我光看這個芋頭我就覺得 這芋頭蟹也是 真實的芋頭泥嗎 對 太棒了 這個的名字叫做 九份芋卷 九份芋卷 對 很真實的一個名字 但為了要… 如果要詮釋這個 我待會兒再幫你想一下 看看什麼就好 好 很香的 怎麼吃不完啊 感覺好像一直綿延不絕 這芋頭跟這個地瓜 有異曲同風之妙 芋頭很紮實 而且香味很濃醇 你們學做甜點多久啊 然後為什麼會想要做甜點 等一下... 我還沒有講出這個名字 好...你講 剛剛這個叫做什麼 沒有堅持喔 叫做 國語貝多芬練習 對 國語貝多芬的練習 這個叫做什麼 你講這個 什麼我要夾死你啦 你不要蚵仔煎了 什麼我要夾死你 叫做 夾死你 對 農農巧克力 夾死你 OK 這個叫做什麼 因為這個你們剛剛講 原本叫什麼名字 九份芋卷 其實不錯 因為叫九份的原因是因為 結了當地 結了當地的一個名字嘛 對不對 叫九份 所以芋卷 這個很真實 實際上叫九份芋卷 但它的名字我要取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取一個名叫 在... 在九份芋卷 就是芋 用芋頭的芋 這個拍手 你這麼得到不明了 像他那個嘴巴 你沒什麼感覺 那個為了節目效果搞笑用的 對 但我講的就是想名字 要從這種感覺 它九份芋卷 你真的很浪漫耶 對 很適合 我跟你講 要是你沒有服務店員或什麼 這真的很好玩 用這些名字來弄到趣味來 我相信現在就算有創意 你看它的泡芋為什麼有創意 大家會這麼知名 因為你看你的造型跟你的內餡 吃過你就會想要再吃 我都還想要再吃了 所以各位 有機會來到這裡瑞芳 你要過一個甜甜蜜蜜的愛情 有一個開始 先來吃 因為當你吃了甜的之後 吃在嘴裡 甜在心裡 兩個愛情是不是就有了 有 是不是 沒有…不是我跟你的 對 我的老婆在這邊開玩笑 好不好 裝著滿滿回憶的黃金泡芙 是最實在的幸福 甜蜜蜜的感動 就從大口咬下的那一刻 開始發生 沿著台二線往東北角的方向走 鼻頭魚港的海岸邊 只要漁船一靠岸 大批大批第一手的海產新鮮上岸 秋冬是魚蝦蟹最肥美的季節 走 課海鮮囉 好啦 現在要帶你來吃一個 甜蜜蜜的料理 什麼 這裡不是這個海鮮店 怎麼會甜蜜蜜呢 所以這就特別了 這邊的甜蜜蜜 待會兒吃了你就知道 我們要來找一個阿豬姐 阿豬姐 你好 你好… 我是剛好 剛好 你好… 我們一定要來嘗嘗這裡的海鮮 到底這個海鮮怎麼樣甜蜜蜜呢 要請阿豬姐 幫我們上一些你們這裡 最有特色的料理好不好 好 另外一個東北角的海鮮 都是阿豬姐自己親自挑選的 從小跟著爸爸跑船的阿豬姐 對海產的選擇有獨到的執著 二十多個年頭 她堅持親自挑貨為品質把關 她說海鮮一定要經過自己的手 才敢端出去給客人吃 再加上她那全年無休的熱情 建立起這家老店的美味口碑喔 來 先餐上菜囉 為什麼說甜蜜蜜呢 其實光看他們一家人 就覺得非常甜蜜了 這算是家族企業是不是 對 家族企業 這個做了多少年了 對 它多久 二十七年了 二十七年 這位是女兒 媳婦 媳婦 對 這媳婦 妳幾歲啊 已經結婚了 二十五就結婚了 對 你看多甜蜜 真的很棒耶 等於你們兩對夫妻 一起來經營這個海鮮店 對 充滿甜蜜的感覺 這是妳的阿娜達 對 很少看到這阿娜達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來做這個 夫妻想做這個海鮮店呢 對 因為本身 我現在就是廚師嘛 我自己家庭 本身我爸爸就有開漁船 你爸爸是漁船 對 他是廚師 剛好結合在一起 對 所以這是所謂生意的一個結合 對 不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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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愛所以來開這個餐廳的 沒有錯 今天為什麼 因為我們聽到這裡 它有一些特色的海鮮 當然海鮮 新鮮就海濕 這東北角 你看這後面的景色 這個魚是不是都是 魚貨都是從東北角來的 幾乎 幾乎喔 沿海都會有收購 對 本地的海鮮 對啊 其實海鮮最重要就是要新鮮 就會好吃 所以海產都是要早上先去挑一挑 然後就可以來做是不是 沒有錯 因為你如果早上先要漁獲的話 會比較肥 你如果隔夜的話 或是過了幾天的話 魚肉都會比較瘦 但這要跟漁船要很熟悉才行 對 這邊的漁船都... 不然一般你只能到市場挑 對不對 我們這邊的漁船 大部分都是直接靠港的 就直接買什麼 就可以這樣買的 對 太好了 因為我前面就是海的 是 我想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要先吃的是哪一樣 這個是東北角最有名的 那個旋轉大鮑魚 這三間的 對 三間的 那怎麼還在殼裡面 三間完之後再把它放在殼裡面 沒有... 你帶殼一起乾煎 帶殼一起乾煎 來... 要不要吃一下 好 我來吃一口看看 最近比較辛苦 要常熬夜 最近有小孩常常熬夜 餵奶 最近你看我的奶 沒有 不是餵我的 不好意思 吃一下這個鮑魚 這名字叫做旋轉大鮑魚 為什麼要叫旋轉大鮑魚 因為它本身 一剛開始它拿起來的時候 那個鮑魚一直在上面 就會在旋轉 活動量很強 因為它是活的 在水裡面旋轉 對 因為它是活的 而且它的活動量很強 所以它就會一直旋轉 對 在這裡面旋轉 在水裡 對 只要上... 只要拿離開水面就會旋轉了 拿離開水面之後 它再放到桌上 它就會這樣旋轉 對... 好 活動力超強 對 所以它是一個健康的鮑魚嘛 健康的鮑魚 才會有這樣的旋轉 就乾煎就很好吃 對... 沒有加任何東西 味道很新鮮 新鮮 我還想說你應該會留一口給我 來 這裡... 這裡還有... 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對啊 觀眾朋友都知道說 你每次吃東西都自己吃 都不給我吃 我要介紹的感覺 這裡面這個算... 這是什麼 這鮑魚是有黃還是什麼 不是... 它這個是屬於它的肚 鮑魚肚 對... 來... 它這個是吃海藻的 所以它對我們的腸胃 什麼都非常好 哇 真的... 好新鮮的感覺喔 好香喔 而且... 煎的那個味道 香香的 脆脆的 就是你老公做的 都是他研發的 菜色都是他研發的比較多 再來就是... 我們再來看 這是墨魚餅 這是墨魚的膽囊嘛 膽囊下去做墨魚餅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 吃起來會覺得口感非常... 這看起來好像很養生的感覺 人家泰國有... 這個泰國菜有蝦餅 對不對 這是墨魚餅 海鮮店就有墨魚餅 來,你吃一口 還沒吃的時候 靠近鼻子就已經有那個... 就聞到味道好香喔 很香的... 墨魚味 花枝味 花枝丸的感覺 但是用餅 口感又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這個墨魚... 這個... 這個... 人都不見了 然後我們吃一下 這個人跑掉了 錄影錄到一半 聽說這個... 這個旅遊局啊 就所有這個... 這個旅遊... 做旅遊的人 對 這個是政府推薦他們 要來這家店吃 對 大家等於算是半考察加旅遊了 對 要介紹我們這些特色菜 有沒有 有 厲害了,你看看 對 香喔,算了 我們就自己吃了 好不好 你怎麼真的自己吃了 待會兒我們怎麼介紹呢 好 好... 來 就要先進去吧 好,來 老闆娘繼續 好,老闆娘,來 既然你老公不在 兒子女兒... 兒子媳婦也去招呼客人了 趕快告訴我們 這是你們獨家研發的 到底它跟別人有什麼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也吃過什麼墨魚麵啊 或者什麼 一般你們在... 在吃的話 他們都是墨魚麵 墨魚粉 他們都是用墨魚粉下去做 不是真正的 而不是真正的 活的墨魚的膽汁 膽汁你們是用來... 就直接用來做這個 因為我們是真正的活的 那個花枝跟柔西亞的膽汁 下去做 所以它的墨汁才會這麼黑 這麼香 所以你在別的地方 根本吃不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它不僅有創意喔 它還真的把新鮮的食材 放在這個裡面 對... 所以才會這麼多人 你是人家推薦你們到這家餐廳 才會有這些客人是不是 這邊在... 剛才這些客人是那個 公開獎觀光局介紹的 所以觀光局就推薦你們的餐廳 有很多特色的料理 對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做創意料理 而且最重要是我們的食材裡面 你所吃的東西裡面都不加味精的 對啊 這才是做料理 當然要... 食材就是要這樣子 因為你不夠新鮮 你就得加味精 你沒有夠... 一些燉煮 它就必須加味精才會好吃 對... 新鮮就有天然的甜味 我跟你講 喜歡吃蝦餅的人 你一定要來吃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餅 花枝餅 墨魚餅 墨魚餅 真正的墨魚 吃起來又養生又健康 真正的墨魚汁 你看我已經吃了幾個 我已經吃了三餅 好啦 這個墨魚餅 來 這個墨魚餅真的賣得不錯 好吃 你兒子來了 我兒子來了 怎麼樣 他去做了什麼事 他去做了... 他去查了一盤這個 這給攝影師拍完之後 覺得有點冷了是不是 對... 冷掉過了 非常口感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我一看就覺得 好好吃的感覺 你看這怎麼辦 上面有這個是什麼 一顆一顆的 它是肥魚卵 肥魚卵啊 對 肥魚卵拿來炒飯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這太棒了 來... 怎麼會想要用肥魚卵炒飯呢 這個是燙燙耶 每一年四、五月的時候 有那個肥魚卵祭嘛 肥魚卵祭它這個肥魚卵的話 我們有自己也補創 有就是... 有自己有醃製一些 什麼干貝絲 什麼... 就是自己用的 完全都是純天冷的 放在這個裡面 對... 所以這裡面除了肥魚卵之外 還有放一些... 干貝絲 干貝絲 對... 你這個炒飯太高級了吧 對... 超香的耶 哇... 炒飯 哇... 肉層裡面真的這麼好吃 而且吃進去 它有咖嚓咖嚓在裡面 這個肥魚卵會咬會這樣咖嚓咖嚓 那個肥魚卵會彈牙 而且會好像舞動 一定要吃完了以後 它還會在嘴巴裡面 啪啪啪啪這樣子 對... 而且它用放的洋蔥在這裡面 對... 就爆這個香 所以你不僅口感很特別 吃起來味道很不一樣 好 吃一半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吃一些 是我們這個 最有名的冬瓜蒸魚 太好吃了 冬瓜蒸魚 冬瓜很少用來蒸魚耶 對... 怎麼會用冬瓜來做蒸魚呢 這個冬瓜蒸魚是有點固的 這個冬瓜是我自己的那個 伯伯 我伯伯自己用的那個冬瓜 所以它本身的味道是非常的甜 而且很新鮮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油膩 它不油膩 它因為一般魚的話 它會覺得會有腥味 會有腥味 它完全沒有 它是屬於那種很清淡很好吃的 對... 所以之前是你婆婆做給你吃的 對... 因為懷孕的時候比較... 比較會害羈嘛 吃這個魚了以後 本身就覺得很痠口 不會容易反胃 所以這個冬瓜是婆婆醃的 對... 它的魚是老公抓的 這個... 做的料理 對... 讓它吃的 這成為它這種... 算是懷孕期間 一個甜美的回憶 對... 你吃一下魚在那裡 好不好 甜蜜蜜的魚 這也是有感情付出的 所以這為什麼要說 你說這一家 甜蜜蜜的海鮮料理 就是因為這條魚的 而且像一家人一起來參與 你就知道這個愛延伸到多到 甜蜜蜜 對不對 來...吃一下這個 冬瓜 魚 對...冬瓜蒸魚 好吃 好吃 當然它的肉質不用講 因為魚是非常新鮮的 這就是你吃下去的口感 湯汁 有冬瓜的清香味 對 然後還有那種... 蒸已經更清爽了 鮮甜甜的 這道魚是已經開始賣多久了 27年了 從開始有經營再加三年就開始了 加來這個地方 婆婆煮了這個魚湯 他們決定要開了一個餐廳 就開了有這個魚 這個魚也是這家店 遠近馳迷的 帶著老闆甜美的回憶的一個餐廳 你就是在那個時候 對 被生蜜蜜蜜了 是這個長大的 是不是 小孩很聰明 對,他從小就是吃魚 他是早場兒 你早場 很喜歡吃魚 而且你看他25歲就結婚了 對 聰明 我三幾歲才結婚 就比較不聰明 很聰明 因為你早結婚 早生小孩 你這小孩等長大 你都還很年輕 你可以立即跟他一起相處一起玩 對啊,就像我們這樣子 還可以幫忙 你也很早結婚是不是 對 幾歲結婚 19歲結婚 這麼怕嫁不出去 對,很怕很怕 很擔心 看到好的就要趕快抓得住 是嗎 聰明,你看看有沒有 聰明 吃海鮮的小孩比較聰明 太棒了 這個叫做冬瓜鯨魚 這也是這裡的特色料理 這幾樣都很棒耶 這個蝦就是 這個蝦是我們 這邊純海水養殖的蝦子 所以它叫南尾蝦 所以它是養殖的 對 但是用海水養殖 純海水 南尾蝦 南尾蝦 是因為它的尾巴 有,它尾巴呈現藍色的 藍色的 還沒煮的時候 肉質很... 這部分是用紮實來講 很有彈性 就我咬下去的時候還有... 所以這個完全不用... 不是爛爛的那種 所以完全不用沾任何的醬料 不用沾任何的醬料 就要沾淡淡的吃就可以了 對 它就是本身它新鮮味道 很Q又很甜 好吃 好吃 幾樣菜必點的 必殺 一定要吃一下 好不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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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老闆娘,讚 好 這個飯趕快再吃一下 太好吃了 好吃... 在嘴巴有會跳的感覺 好吃 二十年不變的熱情 讓人吃完嘴角帶著笑的美味海鮮 這種幸福的滿足感 就像談戀愛一樣的甜蜜喔 你喜歡海嗎 瑞芳游泳新北市最強的一條海岸線 濱海公路上 坐落著一棟外觀相當醒目的建築物 廢棄的深奧之線 成了它意外的美妙點綴 你喜歡喝咖啡嗎 海景加咖啡 這叫人不甜蜜也不行喔 有人愛喝咖啡 但有人愛煮咖啡 今天我們要來找的這一位 他為了要開咖啡店 可以說是咖啡店的小龍女 他開咖啡店 經歷了人生非常大的高低起伏 潑濤洶湧 人間溫暖 但他還是一樣 怎麼那麼潑著啊 真的太精采了 不知道還以為我們在拍什麼劇情片 但現在來這邊看到他 為什麼這麼愛煮咖啡 愛開咖啡店 而且從這個當中我們要看到 到底什麼樣東西 也可能讓人家很喜歡他的咖啡 好不好 今天要來找這位 我們這個咖啡界的小龍女 我們學生叫姑姑 姑姑 姑姑你好 姑姑 你看我馬上幫你取個外號叫姑姑 真的 還不錯吧 好像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就做品嘗咖啡大大點 是不是 原本這邊是農會 農會的地方 那這個農會呢 我們現在就是裡頭 就把它變成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個好特別哦 這個大家上班然後排排坐 是排排的 對 就是原有的 其實櫃台就是這樣 他們 便出發 nursing 來 cohort 入子 五個角GU 八擦 打 二테 麻結去了 你看我馬上幫你取個外號叫姑姑 真的 還不錯吧 喜歡 我們現在要來品嘗一下你的咖啡 讓這咖啡當中有甜蜜 還要聽說你很多的餐點 是不是 對 我們都是現做的 真的 那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咖啡今天 好不好 好 好 那就交給你了 我們先到你面座去等你了 好啊 好不好 好 你們先請坐 姑姑 那我們先過去了 OK 拜拜 拜拜 為了追逐咖啡夢 過去從事房地產仲介的姑姑 從一筆幾千幾百萬的交易 變成一杯一百塊的咖啡 收入不比從前 但她過得更快樂 也走得更踏實 愛煮咖啡的姑姑 希望帶給客人一種熟悉的味道 身為老闆娘的她 再忙再累 每一杯咖啡始終堅持親手充煮 牢記客人愛喝的口味 讓老顧客總是願意專程聞香而來 放鬆心情 貼近藍洋洋的大海 藍洋洋的喝杯咖啡吧 通常咖啡廳不會再做餐的 比較居多 也會有啦 檢餐 檢餐 通常都是西餐 對 可是我今天看來這個 好像不是一般所謂 鋁箔包的檢餐喔 不是 我們都先做的 是 那姑姑旁邊這位就是楊先生 不是葉先生 葉先生 對 我還以為是楊過楊先生 來啊 他呢 葉先生 葉先生本身是做什麼的呢 他是做餐的 他負責餐的部分 我們負責飲料 妳負責咖啡的部分 對 所以你們兩個認識很久了嗎 我們認識很久 而且我們是一開始是坐行動咖啡廳 那以前坐行動咖啡廳是車子的那種的嗎 對 車子 那時候早期 剛開始流程的時候 我們在望悠谷 我們在那邊坐了三年多 後來又到下面的曹晉公園 為什麼會到下面的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 望悠谷是海博 後來納入海博館館鄉 是 那學術單位比較不喜歡商業太... 在那邊 是 那在那邊他會牽引一些問題 不然我們就到下面的曹晉公園 是 那到那邊坐了兩年多 然後海博館又要蓋他們主題館 我們沒辦法又找到這邊了 海博館不會蓋到現在過來這裡吧 不會 應該沒有延伸到這麼大的地盤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來看一下 怎麼樣從行動咖啡廳變成餐點 那一定它的餐點跟它的咖啡很讚 對啊 好不好 來品嘗一下 這咖啡到底它的特色是什麼 除了我們現在看到它這個雕花 聽說這個雕花 從昨天晚上12點雕到現在中午12點 都不會變 你看 這花畫得真辛苦 沒有了 這花得也太細緻 這大概要多久可以畫 就幾秒鐘 幾秒鐘又能畫成這樣 半分鐘之類 半分鐘 這我一喝就知道這個名字 應該叫做焦糖馬其朵吧 對 你好聰明喔 我很少能喝咖啡喝出名字來的 因為你一喝之後 你就發現有焦糖味 是 焦糖馬其朵 而且你看它這個就是馬其朵 的感覺 然後我第一次喝完咖啡 你就可以叫出名字來 不容易耶 表示它完全道地的 對,那請你再嘗試一下這杯叫什麼 我知道咖啡的名字不多 我們就喜歡看它出酒 POP CROP 快點啦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名字 我知道 這叫做 卡布奇諾 對 對不對 你好厲害 那你又猜中了耶 來賓你掌聲鼓勵 快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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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猜中了 這不是猜中 就是一種感應的 這個一喝下去 它就是有那個味道 你突然就不由自主 其實我也剛剛沒想到卡布奇諾 但我喝完之後 感受一下那個感覺 就是... 卡布奇諾就出來了 那這個呢 這個... 這個不用喝 你一看就知道了吧 我像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做品嘗咖啡大點 是不是 這裡的咖啡這麼的好喝 這就屬於冰咖啡了 對不對 這是... 千萬不要講 我會知道 摩卡 這通常講完 我照理一下 你是先離開的 但因為我們還沒做完 所以我就坐下來 不然這樣是比較帥氣啦 門幫我開著 我大概比較好出去 我是沒講錯嗎 你看到沒有 你好厲害 我突然整個天 變成咖啡達人了 好厲害 我其實一年喝咖啡的次數不多 常常都做旅遊節目的時候 才來品嘗咖啡 對 那這個套餐 他們也是很用心做的 一定有講求囉 這是套餐嘛 對不對 那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這個是三杯雞 三杯雞 不喜歡有那種家鄉的感覺 所以它做出來的東西就是... 很家常菜 就很家常 那我覺得因為有這種心理 所以它在這個餐的要求上 就是盡量就是以這個方向 這可以說是中餐 雖然是西式的咖啡廳 但配上中餐 我們當然來吃一下這個豬排好不好 這炸起來很漂亮 豬排看起來外面好脆的感覺 是要沾下這個嗎 對 喔 哇 可是那邊也太酷了 不酷喔 要沾起來 厲害喔 這真的 其實也不一定要沾 因為它的酥外面這個已經... 皮就已經很酥很有味道 很酥很有味道 而且完全不油膩 而且有點像浴世豬排的感覺 浴世豬排 我們這次是浴世豬排 你看有機有助 這個來個魚了對不對 來嚐一下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都是它的主菜嘛 對 這都是你們的主菜 而且我們這個是用鱸魚 但是我們這個不會有土味 這是用海水養殖的 特別是用海水養殖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土味 好棒喔 其實我覺得在咖啡店 有這樣的簡餐、套餐 是非常... 非常棒的耶 那這個菜是什麼 魚 這是魚啦 這個我們是針對 因為有很多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會吃魚 就是吃,不會吃 還有老人家 還有小朋友 小朋友 對,我們當初設計這道菜 是為了老人家跟小朋友 結果才發現很多年輕人都不會... 也很想吃 不會吃這種 嗯 好吃 不錯 今天我們來這個 你看啊 來,趕快看 來啊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瑞芳呢 真的是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岸線 然後呢 很有米風景很漂亮 然後它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菜店 嗯 來 啊 所以呢 怎麼樣 非常的開心 你知道沒有 這節目沒有我 其實不行了 了解了吧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他剛剛生完小孩之後 人變很笨 就反應很慢 不過我覺得他好漂亮 真的喔 對 他就是外表看起來很... 他就這樣 就傻傻的可愛 真的 後來生完小孩之後就更傻 激烈不好 他旁邊的智慧全部給你的小孩 真的 你的小孩變天長 你真真偉大 你看看他 整個傻乎乎的現在 老江都被小孩吸光光了 OK 好嗎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非常開心了 真的謝謝兩位 所以要鼓勵所有年輕人陪我們 不要遇到困難就退縮 就放棄 他們被趕到兩次 看到沒有 還是要堅持下去 來到這個地方 看會再趕過來 他們還會再搬喔 從旺幽出發用一杯好咖啡 展開一下午的甜蜜旅程 不放棄的咖啡夢 點亮了一整條海岸線的美麗 還會再接著你 還是歡喜的歡迎 歡迎 歡迎 我們歡迎你 太棒了 好熱鬧喔 熱情的對待喔 是 歡迎 謝謝 歡迎你們 歡迎 五星級的飯店 這是五星級的飯店 所以我們可以去 恩惠的相遇 恩慧的相遇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來用餐就對了 真的 好…要在哪裡呢 在這邊 好 那帶我們過去好不好 好 太棒了 來… 你也是嗎 好 謝謝 歡迎 歡迎… 歡迎… 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 這樣就可以了 歡迎… 我們歡迎你… 這布置是怎樣的 歡迎… 歡迎 你好 歡迎 這是餐廳的耶 對啊 這真的是餐廳啊 這真的是很享誨的耶 你是師母嗎 對 我是師母 太好 我是芬紅 你好 這是婉飛 這是我太太 很漂亮耶 我們來到這邊 完全嚇了一跳 我覺得饗宴是開玩笑 可能是一般的那個 很簡單的茶點 好像擺得好像餐廳一樣 為什麼會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在辦 這是一個木道班的課程 那內容是Alpha Coach的課程 但是我們就是因為韓國 韓國的恩惠教會 把這個傳遞過來 是 用五星級的方式 是 來接待每一個木道友 然後… 我們可以就是當木道友 有再來一次 可以啊 有幫你們預備位置 去聞到超香的味道 可是這邊是弟兄桌 你要跟你太太就要分開 分開了 是不是 你這個位置就是為你預備的 真的假的 然後呢 晚輝就預備在這裡 那桌上的禮物 你們都可以拿走 真的喔 這我們兩個要分開了 所以我們一人吃一桌 就對了是不是 不是喔 等一下 還有其他一桌會上來 那這邊比較多是合適的 所以透游這樣的一個愛宴 透游這樣的一個課程 讓一些新朋友 能夠來到這邊 能夠來認識上帝 對 是很親切的一個接待的方法 我們就是透過一個很輕鬆 然後參會 那你看我們的工作人員 都是弟兄姊妹 是 那他們可能上一期 他們也是學員 然後信得耶穌了 他們這一期就報名出來 就來當童工 那他們在服侍當中 讓這個教會 其實這個教會起來 就變成每一個信徒都起來服侍 是 那誰來做這個菜呢 對啊 我們也是弟兄姊妹來做 沒有 我已經聞到很香的味道 而且還有炒菜的聲音 而且我們每一次 都會把菜吃光光 我們您家姊妹花 就他們在做菜是不是 對 他們兩個 太棒了 那就麻煩你們了 那我牛排主要是五分熟 盡量不要帶血 OK 你牛排不是這一次 要第一次 第一天才吃牛排 你看我們的整個餐 還有包括飲料 還有水果 電心 每一次都把它很精心的預備 我們前一天晚上 就要來整個布置 布置一下這樣 每一次的布置都跟 每一次的布一樣 都要配合主題 像主題我們講到 今天像講到 如何得到救恩的確據 然後講到一個船 然後你看他們就把前面設計 像是船一樣 他們就在那個大浪當中 在那個風浪當中 對 那我們有一個確據 那耶穌就是我們那個掌舵的 是 太棒了 那師母可以帶我們再參觀一下 教會 這個其他的一些地方 給我們介紹一下你們的事工 好不好 OK 好 請 這是我們常常開會或者是讀書會的地方 是 那裡面呢 為什麼要把它隔起來 對 原本這邊是農會 農會的地方 那這個農會呢 我們現在就是裡頭就把它變成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大家上班然後排排坐 是排一排的 對 然後 原有的其實櫃台就是這樣 他們農會的那個櫃台 還留著然後現在都可以剛好拿來當作這個書架 夾成了 完全都不用再另外買書架了 你看那時候他們把這種電腦的桌子什麼 整個都設計的 都設計好了 剛才講的所謂這個金庫是不是 金庫在這裡 你看現在是我們的儲藏室 儲藏放東西的 對 它這個還是另外一個鐵門 它有那個所以鎖很多到手 是 這好牢固喔 我還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銀行的金庫 你看這邊有很多的物資 我們是跟有跟普公英 還有跟那個展望會 甚至跟耕營會 他們都有送我們一些物資 那可以一些給一些那個 我們送到給一些比較 分送食物 對比較是弱勢或是低收入戶 對 那所以愛玲協會就是 除了做這些食物啊 或是物資的分送之外 還有做什麼 我們一剛開始來到這邊時是做客服班 先從國中的客服班 對 客業輔導 然後後來就國小的客業輔導 是 然後又在美超開始 我們在美超一引進來 這外面廣場就成為我們整個 對啊 我看這個場地超大的 很大耶 對… 那我常常會鼓勵他們 就是因為我說 算比較是我們這邊比較多一點 是窮苦人家 是 我是跟他們談到就是 我們以後要在這個世代裡面 跟人家有競爭力 我們沒有財力沒有關係的是 我們的品格最重要 對 所以那個品格一定要建立起來 那是建立品格之先 你一定要有一個力量的來源 就是耶穌 是 所以我們的兒童其實從小 我們就鼓勵他們來到神的面前 一些兒童都被聖靈充滿 那用方言禱告 他們的生命從小就在改變 對 很多人想看神經其實 其實最大的神經其實就是 生命的改變 因為生命改變最重要 最不容易 只要到冬天秋冬的時候 這個這邊常常都是下雨 就供給季風 然後孩子們沒有地方去 對 那沒有地方去的結果 他們就是去網咖 要不然就是 對 就無所事事了 對 那我們後來就想到說 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那我們就看到一個 滿大的一個工廠 他們已經停工了 我們有看過說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它沒有柱子 那太棒了 所以你做球場更方便 對 就是因為沒有柱子 然後它又高兩層樓高 所以要做特惠 對 然後它樓上還有在 還有在三樓四樓嘛 因為一二樓算兩層樓 三樓四樓又都很大 會有 價錢高嗎還是 價錢是很高 價錢是很高的 因為它是好多層 所以它的價錢 它開價那時候開價 給我們開價是八千多萬嘛 那我們 其實我們這一群弟兄姊妹 都是很多比較是弱勢的 要不然就單親的 那我們就為這個禱告了幾年 其實這不容易 最重要是操練 再預備同工 對 我覺得這過程當家一起來參與 如果沒參與 只是一來的時候已經弄好了 有時候沒辦法經歷到那些的過程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是很感動 就是上帝也要一步一步帶領 祂讓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一起參與在期間 然後禱告 從剛開始完全沒有信心 到現在有信心 所以其實我們教會 每天早上的晨導是五點開始 但是我們以前是會有一個 一三五就會到那邊去禱告 那我們現在就是每個禮拜二早上 就五點的時候同工 我們成導就改到那一邊去 是 那有姊妹的先生說 以前說我們那笑的 就在那邊禱告 勤勤禱告 有用有用 就在那邊禱告 非常有用 對 但是禱告到現在 他自己說 你們可以得到 他自己的先生 把他牽起來 牽起來 其實這需要從神來的確據 大家在禱告的時候 心情就會有大的突破 對 師母說愛是一種浪費 為了體貼這些福音朋友的需要 再多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傳福音必須以目到有的感受為感受 用心舉辦的豐盛饗宴 就是希望讓他們的心裡 有一種甜甜的感覺 師母告訴我們 教會開拓至今 一直以協會的身份自居 居民一開始 並不是很歡迎教會 於是他帶領同工深入社區 認真的落實關懷跟服務 日子久了 人們也漸漸肯定 教會的付出囉 2005年到今天 在上帝的恩典下 已經有一百多人 信耶穌進入瑞芳靈良堂 生命也有了改變 大家一起為教會健康禱告 讓更多的瑞芳人得到祝福 謝謝師母 師母 謝謝你 願神祝福在這個教會裡面 對 讓他們真的能夠趕快 興起到有他們的新的一個會堂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生根發芽的愛玲之心 在黃金小鎮持續茁壯 歡迎來享受瑞芳靈良堂 為你精心預備的甜蜜食客 好棒喔 不用看很久的車 就可以來這邊度度假了 歡迎下次大家 能夠一起來這裡玩 也希望大家 能夠整日收看我們愛旅行 對 讓我們帶你去更多 更多的地方玩好不好 好 我們愛旅行 玩出好心情 玩出好心情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